溜马队欧拉迪波又奋力灌篮 他45分钟标47分 另有7篮板6助攻全方位演出路透分享 上一场才终结骑士队13连胜的溜马队 昨天对战金快队靠着欧拉迪波个人狂侃 生涯新高的47分带领球队在延长赛后 以126比116逆转在加收下次连胜 25岁的欧拉迪波在2013年被魔术队相中 以榜眼之姿加盟转战雷霆队后 今年夏天他成为乔治交易案中议员 转队来到溜马 昨天他演出生涯得分新高的47分 外加7篮板6助攻2超级的表现 其中32分集中在下半场集延长赛 帮助球队在延长赛中逆转好取4连胜 分享 前一亿出战骑士的比赛 欧拉迪波攻下33分 成为终结骑士连胜的关键球员 昨天又突破个人得分新高 他说我就是要努力成为最好的球员 每天都努力进步 这就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 欧拉迪波说 我看到我们在这个赛季里的进步 还有彼此的化学反应 这是我呆过最积极的球队了 我们虽然整场几乎都处于落后 不过没有任何人松懈下来 更没有人垂头丧气 我们的这群球员是很特殊的一群人 一支特殊的球队能够成为他们其中一员是我的荣幸 溜马主帅迈克米伦坦言 在欧拉迪波被交易过来前 对他了解并不多 这孩子为更衣室和比赛带来太多正能量 他相当自信 每天训练 而且十分无私 以球队为前提 他也敢于出手 并命中那些关键球 落败的精快 教头马龙表示 溜马是实力坚强的球队 原本我们有机会收下胜利的 但我仍为我的球员感到骄傲 对于他们在场上展现竞争力 也在客场给了自己应求的机会给予肯定